今天環財卷之後 其實包含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其實都譴責中共 但是好像更多重點是放在譴責 賴清德或者自家的總統 都一直很奇怪 我覺得台灣的在野黨最大悲哀 就是不敢譴責中共 親共媚共 那到現在國家立場問題的時候 又非常的曖昧隱晦 不敢譴責中共 那請問你如何保衛中華民國 真正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是中國 其實台灣最大的公約數應該是反共 你是不是真的愛中華民國 最大的 最容易的檢驗就是 你敢不敢反共 你有沒有反共 這個是最容易檢驗的一個標準 現在是誰在發動軍事演習 是誰想要來威脅恐嚇台灣 甚至在國際社會上孤立台灣 消滅中華民國 那就是中共 那現在中共現在跑到台灣 又再次來做軍事演習 你只敢罵賴清德 你只敢罵國內的執政黨 你完全不敢批評中共 各位可以看看國際怎麼反應 國際是支持台灣 如果賴清德講錯了 那國際壓力會在賴清德 會在民進黨的身上 現在反而是國際上反而支持台灣 那請問台灣的在野黨 你到底還搞不清楚方向嗎 我想跟請教一下 因為中共這一次的突襲環台軍演 我們辦到說 它的這個幾個地點都鎖定在我們的主要港口附近 那這一次似乎是針對於台灣的封港 來進行做一個軍演測試 我認為這個對於台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它從歷劍A到歷劍B呢 一個是5月23號 一個是10月14號 它其實演習的面積範圍是縮小 然後它的科目有新增加兩個 一個是對海對陸攻擊 一個是藥港藥域的封控 所以藥港藥域就是重要的港口機場 以及重要的區域的封鎖控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一次演習的這六個區塊 當然有人說這個就針對重要港口的封鎖 當然一旦發生軍事衝突 台灣海峽不僅僅是台灣這一邊 中國非常重要的經濟大動脈 東南沿海的省份 同樣也會被封鎖 一樣也會受影響 所以面對中共的歷劍B這個演習呢 我覺得我們國軍在漢光40號的操演 也想定了很多狀況進行反制跟演練 而這一次的演習 比較特殊還有一點就是跟歷劍A不一樣 他在10月13號宣布前 就先讓他的遼寧號往穿越巴士海峽 那他去的地點 剛好就在西太平洋跟菲律賓海 這地方預製兵力 那這個預製兵力 其實看起來也是為了阻止外援 或者封鎖的作用繞到後面那邊去 那他們會有這樣做法 但是台灣的演習 像我們漢光40號演習 有一個科目就是反封鎖的相關的演練 那除了反封鎖演練以外 大家如果回頭去看我們漢光40號演習 在花蓮港有一個科目 其實是運輔跟境外的盟友運輔的接力 那有人說那個就是要突破封鎖 那大海很大 要整個封鎖起來 當然有些方式去因應 那面對中國的威脅 我們都要做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所以包含我們內部的儲備的農量 我們儲備的能源 以及我們的綠色能源是不能被封鎖的 再生能源是不能被封鎖的 達到一定的比例 可以維持基礎使用 另外中國在周邊的藥港藥域 進行的封控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做反封鎖的反制 那這裡面牽涉到軍事行動 當然細節我們不能講 那另外跟盟友在境外接力運輔 他那時候漢光40號的花蓮港科目 是境外跟盟友之間的接力運輔 所以那個航線也好 或那個作為 當然也是針對中國的威脅等等 我想跟你請教 因為中共官媒人民日報 剛好今天環台軍演 他也PO出一篇文章 登載一篇文章來批評賴清德的新良國論 不過他那個言論 他的立場好像跟馬英九一樣 所以馬英九是不是成了中共同路的人 國台辦 中共大量引用馬英九的言論 也就是說馬英九的言論跟國台辦是一致的 我覺得這是台灣最大的悲哀 因為馬英九是台灣的前元首 中華民國的前任總統 竟然要消滅中華民國的中共 引用的就是你馬英九的言論 那賴清德講的是什麼 賴清德強調的是中華民國 那表示九二共識是假的嘛 那馬英九的九二共識根本就胡說八道嘛 要不然為什麼賴清德論述中華民國的歷史 那中國你要用軍事演習來回應呢 我也想要問一下說 因為這間環台軍之後啊 其實包含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其實都譴責了中共 但是好像更多重點是放在譴責賴清德 或者自家的總統會很奇怪 我覺得台灣的在野黨最大悲哀 就是不敢譴責中共啦 親共媚共 那到現在國家立場問題的時候 又會非常的曖昧隱晦 不敢不敢譴責中共 那請問你如何保衛中華民國 真正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是中國嘛 其實台灣最大的公約數應該是反共啦 你是不是真的愛中華民國 最大的 最容易的檢驗就是 你敢不敢反共 你有沒有反共 這個是最容易檢驗的一個標準嘛 現在是誰在發動軍事演習 是誰想要來威脅恐嚇台灣 甚至在國際社會上顧慮台灣 消滅中華民國 那就是中共啊 那現在中共現在跑到台灣 又再次來做軍事演習 你只敢罵賴清德 你只敢罵國內的執政黨 你完全不敢批評中共 各位可以看看國際怎麼反應 國際是支持台灣耶 如果賴清德講錯了 那國際壓力會在賴清德 會在民進黨的身上嘛 現在反而是國際上反而支持台灣 那請問 台灣的在野黨 你到底還搞不清楚方向嗎 兩個人都說的是國際表現 才算如何 衝鋒走 一切旋轉 乘客的彎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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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